出生的小动物瘦小而软弱 对危险一无所知 需要受到保护 要受胃补才可成长及生存 它不能单靠自己而活下来 它的母亲负其保护及胃部的责任 必要时牺牲自己的性命 这出短片见证了季兰界的亲情 是照悟者其中一项奇妙的神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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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雀鸟在合适的地方住巢,来迎接新生命的来临。 为了刚孵出来的幼鸟,它们不停地工作。 不分的雀鸟甚至是24小时喂捕幼鸟。 幼鸟只要张开嘴耐心地等待,便可得到食物。 它们依靠父母的爱护及关怀才可生存。 那些被遗弃的,死亡是必然的。 和鸟甘愿为下一代做出奉献。 为了远离捕猎者,它们在小瀑布后的安全地方住巢。 和鸟爸爸及妈妈忙碌地为小河鸟寻找食物。 每隔十分钟便把食物带回潮中。 大多数人认为,鸟鸟只会照顾自己的需要。 但事实正好相反。 他们所关注的是下一代。 很多的生物愿为下一代做出更大的牺牲。 斑马妈妈冒着危险保护小斑马。 受到袭击时毫不犹豫把自己置于捕猎者前。 虽然比小斑马跑得快,它却故意放慢脚步。 拧开捕猎者,让小斑马逃走。 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拧开捕猎者,有时要赔上性命。 这里是欧洲北部的海岸。 海鳩的雀巢,住在沿岸伸展的悬崖上。 8月来临时,小海鳩便要试飞,要适常飞到海里去。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海距离悬崖约一公里,而却住在高高的悬崖上。 小海鳩从雀中跃出,在成年的海鳩伴向海中飞去。 这次试飞很成功。 其余的小海鳩接着试飞。 他们必须降落在海中。 因为岸边丛林里的狐狸正守扣着。 对于那些降落于海滩上的小海鳩,海鳩妈妈并没有离弃她们。 她努力地把她们赶回海中。 因为狐狸正虎视眈眈。 海鳩妈妈一面把小海鳩赶回海中。 一面不停地拍动翅膀吸引狐狸的注意。 狐狸准备随时行动。 海鳩妈妈决定牺牺牲自己以换取时间让小海鳩逃走。 她把自己投向狐狸。 她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小海鳩的安全。 小海鳩努力地向海的方向爬行。 不知道背后发生的事情。 到达海中小海鳩呼唤妈妈。 她不能依靠自己而生存。 其他的海鳩作出回应。 把小海鳩当作自己的子女看待。 动物为下一代牺牲的精神只有一个解释。 是照悟者的意志。 是他把这种新生的精神置于他们当中。 。 豹的家庭观念很强。 母豹竭尽所能照顾小幼豹。 为了喂捕小幼豹。 母豹时常饿着肚子。 体重婴儿聚僵。 必要时母豹牺牲自己的性命。 。 狮子是小幼豹的危险敌人。 。 母豹毫不犹豫地扑向她。 。 你争取时间, 让小幼豹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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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母寶并没有这样做 他把自己投向师子 必要时放弃性命 毫无疑问 是造物者把新生的精神 置于母寶中 南极洲 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 这里的冬天持续六个月 在这里定于下一代 要面对的是无法想象的困难 这里住着全世界 最具奋献精神的动物 企鹅 这群企鹅正向着集会的地方前进 这次旅程须时数周 需要横跃一百多公里的路程 时而游泳 时而涉水 奇妙的 他们都向着同一方向进发 旅程的中站 他们会遇上数以千计的伙伴 这次聚会有着重大的意义 因为聚会的地方 正好是孕育下一代的地方 疲累的旅程只是开始 企鹅为下一代要面对更大的困难及牺牲 真正的困难 始于企鹅妈妈产弹后 因为冬天的来临 气温极降至零下五十度 分速增至每小时一百公里 夹杂着冰雪的吹打 企鹅妈妈把产下的蛋交给企鹅爸爸 然后跳海中 而企鹅爸爸负起照顾的责任 他把企鹅蛋放置于两脚尖 以避免吹冰雪的吹打 并用厚厚的羽毛把它温暖起来 假如企鹅蛋掉于冰雪中 便会立刻解冰 所以企鹅爸爸要非常小心 他们所做出的牺牲是人类难以理解的 为了下一代而持续四个月不进食 并且保持战力的姿势 一秒也不放下企鹅蛋 为了对抗风寒 他们挤在一起取暖 以忍耐度过历史四个月的冬天 苦难的时间终于过去 春天来临 小企鹅来到这世界上 由于皮下脂肪肠胃形成 小企鹅仍然需要爸爸的照顾 他的第一口食物来自企鹅爸爸 企鹅爸爸为小企鹅储存食物 而自己却甘愿挨饿四个月 这时候企鹅妈妈从海中游回来 在过去的四个月 企鹅妈妈为了小企鹅不停地觅食 而且把食物储存起来 企鹅妈妈回来后 企鹅爸爸便迫不及待地跳进海中觅食 饱餐一顿后便回朝中 与企鹅妈妈一起照顾小企鹅 小企鹅一天一天地成长 终于可以与企鹅爸爸结伴而行 企鹅爸爸为照顾下一代 而连续挨饿四个月 为了保护企鹅大 而整天站立着 这种牺牲是令人惊讶的 特别是出自动物身上 人类人类面对困难时 有时候会埋没良心离弃孩子 使他们流离失所 但企鹅面对恶劣的环境 却永远不放弃他们的下一代 进化论者认为动物是自私的 但却无法解释为何企鹅甘愿 为孕育下一代而挨饿 即面对寒冬 究竟是何人把自我牺牲的精神 放置于他们当中 对此只有一个答案 是造物者创造企鹅 是他把牺牲的精神 放置于他们当中 古兰经第十一章五十六节 没有一种动物不归他管辖 我的主却是在正路上的 动物为下一代牺牲的栗子 从地球上最炎热 已至最寒冷的地方 五十皆是 这里是泰国的森林 小冠面对最大的问题 是沸腾的炎热 成年的冠用嘴含着水 给小冠饮用 并且把水洒在 雨衣未奔的小冠身上 为它减轻热力 小冠还需要遮阴的地方 而父母正好提供遮阴处 他们张开翅膀 为小冠遮挡猛烈的阳光 冠为下一代所展现的惯怀 爱护及牺牲 使他们成为动物世界中 模范父母 一切可遮阳的火 把小冠维的照片子 在闭上 还有误态 mieli 品牌鸟 还有误态 说明 我妈在这儿 不愿意 这是 这儿 于女孩 把小鸭安放在翅膀上 当鸭妈妈走到干地时 小鸭便从她的翅膀下走下来 鸭妈妈把鸭巢住得舒适漂亮 而鸭爸爸则忙着觅食 鸭爸爸回到巢中 把食物细心地分给小鸭 小鸭吃饱后便回到最安全的地方 鸭妈妈的翅膀下 其他的动物都受到母亲贴身的照顾 真的很贴身 现在让我们去看一些例子 这里是尼罗河 鳄鱼住在这水域中 它是世界上其中一种最凶猛的动物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慈爱的母亲 鳄鱼妈妈把铲下的蛋 埋于河岸的泥土中 当孵化的时间来临 鳄鱼妈妈小心翼翼地 把粘在蛋上的泥土清除 她要非常小心 以防把鳄鱼蛋损坏 清除泥土后 她便开始孵化鳄鱼蛋 小鳄鱼破壳而出 这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 鳄鱼妈妈张开长满尖锐牙齿的巨鳄 把小鳄鱼放进嘴里去 初时科学家认为鳄鱼把自己的孩子吃掉 但真实的情况是 鳄鱼妈妈的嘴是最安全的地方 她非常小心 及温柔地把小鳄鱼放进嘴里 而小鳄鱼也本能地爬进去 与此同时 她把那些未孵化的鳄鱼蛋 也一起放进口中 鳄鱼妈妈轻轻地用力把蛋壳弄裂 这些蜂蜂蜜极强而有力的牙 可以把一头水牛或羚羊撕成一片片 但同时也可以对那些爬进来的小鳄鱼不造成任何伤害 当鳄鱼妈妈把小鳄鱼放进口里去 便钻入河中 向着一处早已选择好的安全而又浅的河岸进发 到达目的地后 鳄鱼妈妈张开嘴轻轻地摆动头 把小鳄鱼及未孵化的蛋放进水中 突然间水里游着很多小鳄鱼 凶残的鳄鱼同时也可以是慈祥的妈妈 她以爱心照顾小鳄鱼 而小鳄鱼在妈妈的保护下成长 与此同时 在鳄鱼桥附近的地底下正发生着事情 埋在沙堆中的海龟蛋正裂开 小海龟慢慢地爬到地面上来 她们没有抵律的能力 为了生存 她们必须爬到水里去 奇妙的 她们与孵化后 自觉的立刻爬到水中 虽然巨恶横沃在途中 但她们对小海龟没有造成伤害 而小海龟也怀着信心爬经它们 这只小海龟迷了路 她发现正面对着比自己体积 大千倍的鳄鱼躺在阳光底下 鳄鱼同时也看见小海龟 大多数人估计 小海龟必遭毒手 鳄鱼突然张开嘴巴 把小海龟放进口里去 但她并没有把小海龟吃掉 相反的 她帮助迷途的小海龟 把她带到海里去 造物者把爱放置于这些食肉的动物中 使它们不但守护下鱼带 还照顾小海龟 造物者创造世上万物 而万物依照它的意志而运作 天地万物只是它的 一切都服从它 古兰经第三十章二十六节 海豚最能表现出母子间的亲密关系 海豚妈妈为小海豚预计将会遇上我们的危险 它必须对小海豚严加看管 这群小海豚正追逐入境的船只 其中一条小海豚大意的游得太接近船只 螺旋桨或船只会对它造成伤害 海豚妈妈看见危险 立刻游进小海豚 并把它向海底方向推下去 同时发出高频率的叫声 显示不满 这只小海豚感到不安 受到责备 小海豚显得闷闷不热 海豚妈妈游进小海豚 恋爱得以鱼鳍拍打它 这行动如同人类握手 显示对小海豚的爱护 造物者的智慧显现在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当中 古兰经第41章47节 关于复活时的认识只归于他 果实的脱饿 女性的怀孕很分娩 无一不在他的洞见中 在那日他将问他们 你们旺称为我的伙伴的 在哪里呢 他们说 我们报告你 我们中绝没有一个人能作证这件事 打尔伦的进化论提出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在机缘巧合下产生的 而所有的生物经过竞争才可以生存 太若留强是必然的 查理师达尔文进化论的始创者认为大自然奋行竞争生存 但是生于十九世纪的达尔文 并没有太多的观察机会 因此 他的理论是错误的 事实证明大自然并没有奋行进化论 也没有太若留强的战争 大部分的弱者受到强者的保护 他们甚至互相帮忙 在这套纪录片中 可以看见父母为了保护幼儿 而牺牲性命 进化论在现代科学的见证下已站不住脚 在大自然的见证下 更变得其无完肤 在这套纪录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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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机缘巧合来解释的 他的著作《The Concert of Evolution and Black Tree》 在185页提及 母外是否能以大自然的定律 而不涉及心理因素来解释 达尔芬论者对这问题 不能提出满意的答案 在没有科学的支持下 达尔芬论者仍然盲目支持 竞争生存的理论 甚至引申到人类生活上 他们拒绝接受宗教所提及的爱 联名心及同情心 认为瘦弱的、不健全的及患病的 因于以消灭没有生存的权利 最大力支持此理论的是Earns Hapko 是德国推动达尔芬论 一位重要的人物 是德国推动达尔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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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ns Hapko 是德国推动达尔芬论 是德国推动达尔芬论 的自由编达尔芬论 是德国推动达尔芬论 历寺 终止不正常胎儿生命的说法 认为所有患病的畸形的阻碍社会进步的人 不局限于儿童 都应于毁灭这些数以千计身患不治治症的人 包括精神病患者 零分病者 及癌症病者 基于人道主义而把他们留在社会中 他们对自己对社会没有丝毫的价值 Hackle甚至建议成立委员会决定这些人的去留 如决定把他们从邪恶中赎救 便给他们一剂无毒疾 快见效的毒药 Hackle这种无情的想法被德国纳粹统治者希特勒所接纳 为了不阻碎德国种族的进步 他屠杀数以十万计的病患或有缺陷的人 这些坟墓安葬着是被纳粹屠杀的人 他们被认为是阻碍进步的绊脚石 Hackle死后的一个事迹出现了另一位卓越的进化论者 土耳其的Elie Demersor教授 他十分支持Hackle的说法 Demersor认为 赞成进化论的生物学者 应对胎儿进行基因测试 把那些有缺陷的除掉 Demersor形容自己为法西斯的生物学者 认为胎儿于第四个月时发现有缺陷 便应该终止生命 进化论者以大自然的太弱刘强 来支持其扼杀有缺陷婴儿的说法 但实际的情形是 动物比人类更加有爱心及良知 你们将会看见动物如何对待有缺陷的同伴 炎热的肯雅平原上 一群大象正出发去寻找食物 领队是一只怀孕的大象 在这炎热的一天 这只怀孕的大象淡下小象 在淡下后的数小时内从未离开过妈妈 她正面对一个难题 由于小象的前腿有问题 使她站立时有困难 她的前腿向内弯 所以不能站立 研究人员认为小象必死无疑 为了照顾小象 相妈妈在第二天离开相队伍不能再领相去 其余的大象要继续觅食 小象无法跟随他们 相哥哥必须跟随相队伍离去才可生存 她面对进退两难的局面 相妈妈尝试用橡笔帮助小象站起来 相哥哥决定放弃小象 跟随大家离去 但是她不断地停步回望 而相妈妈继续尝试帮助小象站起来 突然间相哥哥发声叫声 并向相妈妈及小象奔去 相哥哥冒着生命的威胁 回到相妈妈及小象的身边 第三天 他们仍然为离弃小象 在相妈妈及相哥哥的支持下 小象痛苦地踏出每一步 死亡 死亡仍然是无法避免 在第三天的尽头 奇迹发生 小象的腿慢慢可以活动起来 在相妈妈的注视下 小象尝试把腿伸直 她不断地尝试 终于可以站一会儿 小象休息后再做尝试 小象休息后再做尝试 小象休息后再站起来 像妈妈及相哥哥凭着爱心及忍耐 给予小象时间之支持 使她可以生存下来 当禁卦论者认为 终止有缺陷胎儿的生命是必然时 动物对患病的下一代却不离不弃 这出短片记录的大自然 并不如进化任务者所说的 只存在竞争及冲突 大部分生物也不是进化任务者所说的 是野蛮及自私的 相反的很多的生物展现出伟大的爱 它们甘愿为云以下一代而克服困难 它们愿意接受危险甚至牺牲性命 它们并不是达尔文所说的 是机缘巧合而产生的 造物者创造万物并把无私的爱 自我牺牲的精神及怜悯的心放置于它们当中 古兰经第六十五章十二节 说出造物者的智慧与全能 真主创造了七层天和同样层数的大地 天命通过七层天而向降 以便你们知道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真主是周知万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